圆子弹了毁灭性枪 一刀一枪能杀死几个人呢 现在咱们说大家现在用的打仗 用的常规武器 现在的炮是什么炮 现在枪是什么枪 完全变化了 现在的枪很多了 自来水笔拿出来怕一嫩 自你死地 随便是一个它的用品 在国际上的 很多种枪 那一个枪一打出去连发的时候 一时时好多人 特别不可理解的 现在叫又炸弹 什么叫又炸弹呢 炸弹把上弹拔到身上 他人到你人种众多的时候 他就把他一难 得了就爆炸了 先炸他自己 完了才炸到别人 为什么他不要命了呢 现在很多国家怕宗教 是宗教的信徒啊 他把他生命看的 大 很大 他报复心理 现在伊斯兰教 特别是巴勒斯坦 跟伊赛列 他们发明的 有炸弹 而且他在18岁的小姑娘 现在又发展的 16岁小孩 这鼓动的帮上 谁能防备小孩啊 根本不注意他 他会杀人放火嘛 他到那人多地方 他一难 哈家一暴躁 谁叫他呢 他背后有人教他呀 这众生的业呀 众生的业 他因为这个 他死了升天了 灌辱他 死了之后得好处 信仰 现在人家很方宗教徒 但是我们佛教啊 从我们历代的传言 咱们现在 没有哪个佛教徒 做这些事呢 这叫什么 这叫现代咱们这个 这个能算庄严吗 不算庄严了 咱们这七四建讲 其地坚固 现在地不坚固了 假使说 再在十年 就那那科学家 预言所说的 现在已经都实现了 也不是预言了 每天你看呢 都有地震 发生在什么地方 有的是暴道出来了 有的根本没暴道出来 水 干脚水不够吃 这个多了 这干脚到了 地震 风和下雨 风和下雨 温暖和冷冻 都失去了 该冷冻的时候 它不冷冻 不该冷冻 它冷冻 现在下的冰雹 那我在美国 听说有个粥 冰雹雹又好大呀 下的好大呀 假使从天空掉下来 像这引擎 这么大个冰雹下来 它的力量也好大 落到你的房层 这楼房 三十层四层 也跟杂到底一样 那伤害性很大的 为什么这样呢 七四肩不坚固 但是说 不是学华严经的 华严经的是 这个华严经所讲七四肩 其地坚固 这个既坚固 不是从这个物子上建立的 是从你精神上建立的 就是我们得从心理上建立的 现在说 众生严 众生严 它是以众害各具法门 无量的威德 现在众生的业 比这个威德庄严的大得多 这就淫了 不陷了 不陷了 所以显的 这是业 那业 天 就是自然界 天是指自然界说的 空气 四十的风雨 咱们中国是老规矩 那二十四个解气 看到什么解气 就该什么 该送了 该下送了 这古来人几千年的经验 现在那变了 思绪了 但佛教讲就深远了 说这个地球啊 该坏了 或者 该十节坏 现在众生业道太重了 减少到两三节就坏了 这叫什么呢 一切住法都在运动当中 变异当中 不是一生不变的 佛说法就如是这样 咱们体身体也在变 小变老 还不止这个了 现在病非常的多 因为你要吃嘛 你吃的里头就含着病菌 你不知道啊 并不知道 你饭不能不吃啊 你那饭里头 种子生长出来 它就含着病毒 因为地了有了 大地有了 为了利 一些素菜 大家都懂得打能药了 说我们好多 我们自己种菜啊 我们不假能药啊 你不假能药 那又干又瘦 看那菜也不精神 卖不到钱 打上能药去了 喝了恨的干啥 那猪 给打上它几针 又烦又胖 你吃去吧 没办法 这就没办法 这叫什么呢 叶 到那个佛教讲的 刀兵节的时候 常物都可以变成兵器 我说现在已经变成了 他说没有啊 没有化学武器是什么 化学武器都是 各种毒素制成的化学武器 就是他把他那个烟 那个气息到哪去 你咱们哪种多 你能不吸引空气吗 能避得了吗 我是讲咱们现在讲的反面 我寡知到正面的华颜 不知道反面的夜颜 不叫夜颜了 夜毁了 把你这个殊胜的庄严 给毁坏了 这种非常的微妙 这个夜的非常微妙 我们不能脱开现实啊 无论多深的法 你把它会归你现实生活当中去 那就是微妙了 正面的微妙 反面的更微妙 说道高意识 魔高一丈 你有这一词的微妙 他那边有一丈的微妙 妙不可思议啊 这个道理你误得了 你明白了 你要恢复你的本体的法性 你现在把你日常生活处理好 你才能恢复你的本性 这个处理不好 你怎么能恢复 你怎么能觉啊 什么能觉 我们不要说 说到听到我们说 生死啊 灾害啊 烦恼啊 邪知邪见的 他不是听听啊 你要回来回来对照自己啊 你产生病苦 你产生烦恼 你产生这一切的 相反的 你怎么对待它 问题是你有什么方法对待它 你不能随它去发生发展呢 咱们说的甚深的法 甚深的法就在你现前的生活之间呢 你起心动念之间呢 尽管我们出家好多年了 听了很多法了 你不能转变你的烦恼 你怎么卸脱啊 说接受甚深的法 这无论承受个什么东西 它有个法器啊 叫器皿啊 听得很高 很深 很玄 很妙 你用什么承受这个 你的心又脏又烂 你这个瓶子里也没洗干净 你装什么好药去 有什么用处 它也变成毒品了 不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先就散业啊 你把你身口一散业 洗净干干净净的 也能承受啊 那佛的圣教量 咱们是月次啊 讲花园只是种个种子了 月次就是 我们就像我的老子说 你小学都没有 你要学花园想入 这甚深大成 怎么可能嘛 事实就是这样 但是这是种原因了 不是禁因 一着花园能修行吗 那些苦苦恼恼的 身病没有 心病无穷无量 说起来不管大家耐听不耐听 每个人都去做的 障碍住 障碍不住 你冲得破 冲不破 业障 每个人都是发现 随时都发现 要看你自己 要看你自己印识到印识不到 印识不到就受害 受什么害呢 自己身体就把自己垒住了 垒住你成不了道 解脱不良 把这个身看得太重了 把自己看得太高大了 把自己看得太高大了 自己随时惭愧 惭愧心 那你身法才能得住 这个屋子竟是宝贝 你进去了 多少你拿一件出来 贫穷控乎 那都解决了 你大大里头逛一段圈出来 什么也没拿 那有什么用 信佛了 学法了 这是比较而言 什么菩萨寺 为别的妙好 菩萨寺好不断的你好 你究竟在这住了 你得到什么 每一年 你自己给自己 估量自己 现在有进步没进步 我断了好多烦恼 我现在增长了好多智慧 你自己也有一个小九九吧 你自己不认识别人 不认识自己吗 这叫什么 不认识自己 说这个 讲妙 这就是非常微妙 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每个人都想称佛 称佛 那个道是在前边的 你这个道是往后边去了 往左边去了 往右边去了 往左边去 左道旁门 物正道 走正道 这才叫妙 我们今天就讲到妙了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